卡车装载的是在卧龙深山中经过两年野化的熊猫 这只熊猫经过母亲的培训 基本掌握了踩石 搏斗 躲避危险这些必备的生存技能 年满两岁的时候 它被安全抓捕 准备犯规 结束体检后 熊猫被运往四川粒子瓶自然保护区 那里是濒临灭绝的野生熊猫种群所在地 摄制组跟随车队 经过六个多小时的颠簸 到达了坊归地 此刻它成为世界的焦点 熊猫眼前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世界 迟一片刻 熊猫便追寻着大自然的味道 小跑钻进了森林 头也没有回 熊猫投向大自然的怀抱 但要被大自然接纳 找到属于自己的家 它还得通过重重考验 放归后的半年时间 熊猫都处在适应期 保护区的监测队 需要密切跟踪监测熊猫的活动 以确保它的安全 而我们设置组也将跟随监测队 继续见证熊猫重返森林的独特旅程 熊猫放归野外后 搜寻它的难度巨大 四川境内 野生大熊猫活动在海拔两千米以上 竹林密度最大的区域 竹子细腻任性十足 我们在林中穿行的速度 远远比不上熊猫 再加上视线受密林的阻挡 即使熊猫就在十米开外的地方 也难以发现 人类对熊猫的追踪 全部依靠带在它脖子上的项圈 项圈通过无线电信号和GPS数据 两种方式提供熊猫的位置信息 可是就在放归后的第三天 两种监测手段中 GPS数据下载出现了异常 如果在靠近项圈的话 我们快要四个项圈 准备出问题了 队员们只能利用项圈的 无线电定位功能 来接近熊猫 希望更近的距离 能有助于GPS信号传输 如果要更换项圈 就需要回补熊猫 这是以往回补其他熊猫时的录像 按照这种方式 发现熊猫后 队员们便将它赶上树 兽医对它进行适当的麻醉 再更换项圈 但是抓捕和麻醉 会给熊猫造成一定程度的身体伤害 人类会尽可能避免采用这种方式 因为它年龄很小的 咬合力还不够强 像这样出来它是咬断的 咬成几截 它分成四五斤 然后它就吃上面的叶子 这地方就是它把叶子吃掉了 它就很新鲜的 它这里的那个压性 这样折断竹筋的方式 是刚放归的熊猫独特的采食迹象 根据这些采食迹象 队员们判断熊猫就在附近 这可能就差一点 刚好 嗯 刚好一八点吧 开鼠桌 从一开鼠桌上去 它在我们前方 可能有七八米的地方 现在是看不到 就在那里 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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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放归后 我们第一次跟上熊猫 现在已经下到数据了 直线距离二三十三米 GPS数据成功下载了 这表明项圈没有坏 不用采取极端的方法来回补它 这让我们松了一口气 队员们分析 一开始下载数据失败 是因为监测队员和熊猫 分处在同一山脊的两侧 那时候 熊猫可能在一处洞穴状的洼地 屏蔽了GPS信号 牵测队员靠近的声响 让熊猫警觉起来 它起身离开原来的位置 于是信号恢复了正常 这一次寻找 也让摄制组得以接近这只熊猫 我们努力跟上它 虽然可能只是短暂的相处 但我们也有机会见证它的野外生存之力 很快 它坐了下来 它顺手就能够到身边的竹子 虽然栗子瓶生长的竹子种类 与卧龙野化区的有所不同 但熊猫看上去并不挑食 小熊猫 我们竟然意外地邂逅了熊猫的第一个伙伴 名字上仅是一字之差 小熊猫却没有大熊猫那样坚固的旧尺 和强大的咬机 它只能咀嚼竹叶 遍山的竹子 有小熊猫的疑分 小熊猫生活在大熊猫周围 其他掠食者便不会轻易靠近它 仰仗大熊猫 小熊猫得到相对安全的环境 听见竹林的响动 大熊猫想靠近一探究竟 小熊猫却敏捷地回到了树上 天色渐满我们在河谷休息 熊猫就在河谷之上的森林中 与野话剧不同的是 熊猫放归后不再有铁网保护 三连是完全开放的空间 这里是所有动物们共有的家园 就在熊猫放归的这片林子 生活着一只黑熊 监测队友们与它多次相遇 但庆幸没有成为它的猎物 初来乍到的熊猫 与共同生活在这片森林的其他动物 能否相安无事呢 第二天我们继续跟踪熊猫 上山的时候我们经常是沿着那个寿静走 因为洞的选择和人选择有一致性 寿静的话相对于它走的形象 你看这个隐约可以看到一点 这样的一个痕迹 寿静是森林中的隐秘通道 沿着寿静我们找到许多宽敞的树洞 不少树洞里都留存着野生熊猫活动的痕迹 树洞是熊猫在野外理想的家 天侧队员在寿静上布设红外相机 收集到的画面可以直观地了解 熊猫放归后的生活状况 不过这些人类的眼线 经常成为动物们袭击的目标 这台掉落的红外相机便是被有意损坏过的 这是抓鹰的 那这儿肯定是抓鹤的 还好存储卡是蛮好的 红外相机拍摄到的这些动物 与熊猫共享这片森林 它们有的是朋友 有的是敌人 这几段画面拍摄的正是监测队员遇到过的那只黑熊 黑熊看起来笨重 但却拥有惊人的爆发力 从体型和力量上来讲 它无疑是这片森林的王者 刚放归的熊猫也被红外相机拍到了 原来是它在破坏和外相机 发现了熊猫的新鲜粪便 粪便不仅能体现出动物的活动路径 还能分析出动物的健康状况 五十多团形状完好的新鲜粪便 表明了熊猫适应新环境的状况良好 穿过满是雨雾的竹林 监测队员获得了熊猫的位置信息 很快在一处洋坡我们发现了熊猫 熊猫正在挠阳 它身边的竹林里有异样的声音 循着声音我们找到树根下的这个洞穴 我们一探究竟 一只竹鼠 竹子也是竹鼠的主要食物 它锋利的门牙可以轻易地切割竹竹 熊猫并非素食主义者 有机会也会随手捕食一些小动物 竹鼠则是熊猫的不二之选 但是这只竹鼠似乎并不害怕出来乍到的熊猫 虽然是自己的天敌 但是在它眼皮下招摇过市也没有什么危险 于是竹鼠张黄地采食熊猫身边的竹子 这是对年轻熊猫的挑衅 放规的熊猫和其他动物有了互动 它正在融入这片森林 为了不过多干扰熊猫在野外的生活 我们暂停了对它的近距离跟踪 监测数据显示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熊猫活动的领域逐渐扩大 它渐渐远离放规点 走进森林的怀抱 熊猫11月中旬放规森林 半个月刚过 来自北方的寒潮便提前袭来 群山一夜之间换上了东庄 我们再一次进入森林 确认熊猫的安全 在熊猫活动的区域 队员们发现了新鲜的脚印 这就是黑熊的脚印 确定无疑的 黑熊里就正好是努力 做到这个地上之后 它有增点就是很明显 对吧 咱从它那个一米一多 一米一多 基本上都有一刀 四川境内的黑熊是半冬年的习性 它们只是放慢自己的代谢 但一有动静它们就会醒来 黑熊是放归的熊猫在这片森林里最大的威胁 冬季森林相对稀疏 我们在无线电和GPS的辅助下 再一次看到熊猫 它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鸡血几乎阻断了受尽 但熊猫依然摸索着往低处迁移 这是幼年时妈妈对它的叮嘱 它的体力正在大量消耗 它不时地啃食一些激进干枯的竹子 此处距离发现黑熊脚印的地方不远 放归的熊猫已经走进黑熊的地盘 成年熊猫的咬合力在所有熊类当中畏惧前列 就算与黑熊打斗也难分伯种 但这只刚刚年满两岁的熊猫 无论体型还是力量都处于劣势 既然在野外生存如此危险 为什么科学家还要选择在这个年龄 就将它放到野外呢 两岁的熊猫对空间的要求 已不是一个三个足球场大的 野化区等满足的了 它对外部世界的好奇 就如同十几岁的少年 如果错过这一时期 即使语意丰满 它对世界的认知也已经定型 探索能力和适应能力都会大大减弱 所以尽管两岁的熊猫尚显弱小 但它的好奇心和学习能力 是重拾野性的基础 熊猫从早上述 它或许嗅到了黑熊的气味 意识到了危险 这个时候我们能做什么呢 凭借人数的优势 找到黑熊将它赶走 还是把熊猫回补转移到其他地方 放归自然后 如果没有到生命攸关的时刻 人类尽量不干涉熊猫在野外的生活 此时熊猫并没有受伤 甚至黑熊都没有发现它 在野外放归的熊猫要真正地回归自然 就要习惯与其他动物相处 无论是敌是友 人类营救它就是放弃了野花 人类营救它就是放弃了野花 过了半个钟头 熊猫从树上下来 风向对它有利 黑熊或许还没有察觉到它的存在 熊猫犹豫着 应该趁着风向改变之前 离开这条山沟 弱肉强食是最根本的自然法则 权衡利弊是动物们的生存之道 初来乍到的熊猫不断积累着生存的智慧 它离开这片林子 等到酒精沙场雨意丰满 它也许会再次回到这里 那时候 它不再惧怕黑熊 它将自由地行走在森林之中 高山杜鹃是春天的现实 犀利的春雨过后 森林变得热闹起来 高山杜鹃是春天的现实 小熊猫依然相伴在熊猫左右 竹鼠钻出地面 开拓新的领地 一个小熊猫的一个小鲤鱼 每只竹子它都试一口 但总找不到最满意的 这是熊猫刚留下的粪便 不必在意 熊猫再次嗅到竹鼠的气味 总算找到一只 但竹鼠讨厌阳光 它要把食物拖回地下才能好好享用 发现不对劲 熊猫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它差点就成为熊猫的掌中餐 经过一个冬天的历练 熊猫已不再是那个 任由竹鼠挑衅的少年 尽管在黑熊面前需要妥协 但面对竹鼠 它可以欢迎颜色 它正在认知自己的能力 它在森林中站稳将根 竹鼠离开了 熊猫现在独享这块理想的破地 丰盛的竹子 充足的阳光 高大的桥木可以避醒 还有宽敞的树洞 一共休息 这里是熊猫重返森林后第一个栖身之所 森林广袤无限 等待年轻熊猫的 是更多机遇和挑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